新冠疫情大流行迟迟不退 接种疫苗人人有责 地理环境和距离都不是问题 在彭亨州偏远的刁曼岛 疫苗接种计划随着卫生部空运的首批 1700剂疫苗顺利登陆 卫生部人员将在岛上分设六个接种中心 让至少一半符合条件的人口 按部就班注射疫苗 经历超过一年的寂静时光 享福盛名的东海岸旅游海岛刁曼岛码头 迎来的不是观光或潜水客 而是云冰县卫生局派出的医护人员 他们准备深入各个角落 为岛上第一批优先群体施打疫苗 负责带队的莫妮莎医生和同侪乘搭渡轮抵达后 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空运而至的科兴疫苗 妥当地保存在低温设施内 根据安排岛上将设有六个接种中心 疫情肆虐当而 疫苗是最珍贵的礼物 县政府特别要求消诊局出动直升机和人员安全运送 免除跋山涉水引起风险 影响疫苗的品质 医护大队将分头行事 包括特别登门造访 为行动不便或重病患者 施打疫苗 医生团队必须抢时间赶在8-9月季风季节开始前完成任务 否则海路和空运可能会面对更多不便 统计显示 符合接种条件的岛民 大约有3500人 施打疫苗是大事 居民早已互通消息 做好心理准备 由于岛上其中一个社区 曾经发生群体感染事件 因此岛民都希望能够加快疫苗接种进度 也让大部分旅游业者 在观光业重新开放之前 做好准备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